现在去直击 我们的直击口在国内是这里 对 我们吃了饭做了视频 现在六点半了 登机去直击 晚点了多久 终于立江叫我们立江了 8点25了 那几倍就9点了 晚了一个小时 对 我们现在才登机 晚点了一个小时 这次回去应该是零星1点钟了 又要晚睡了 今天要晚睡了 现在9点了 终于出发了 晚点一个小时 今晚上又要很晚睡觉 对 现在也有点困了 最近几天都是晚睡着起的 晚睡着起 我们两个都吃了 嗯 半斤一吃吧 半斤 他天天在笼子里面 所以要过着日子 好惨 所以以后 所以以后还是少这样出发 对 现在12点24了 飞机在下降了 到立江了 有什么天使们 欢迎来到立江 记得温度为20摄氏度 现在飞机航的滑行中 请你不要离开 作为提到 先 12点54 走吧 直接上车睡觉了 我们终于要回到房车了 开门了 好几天没回房车了 现在1点 饿了 我们做的是那个手航 是个经济航空 所以没有没有水 没有吃的 买了一个水 对 他不提供水 5块钱你买的水 你给不给钱 给的 你在玩手机 我在玩手机 好像月饼 吃六十七十八十九 半斤关了四晚上 太饿了 结果六个月饼 六个香花饼 我们吃完了 那个味道就像月饼一样 吃完了才觉得好腻 吃的好满足 还是好吃 我们准备要休息了 马上洗漱一下 一点了 现在出机场 感觉好久没出去 应该停车费很贵 好多天 80个小时 80小时 19分钟 72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宠物店 外边的这个马路上 先停车 我们马上到半斤这里了 我们先不叫他名字 看他什么表情 好怪的感觉 他在外面 半斤在外面 看看 我们看到半斤 我们假装 我们假装没看见他 哎呀我以为你不叫 半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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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是在发抖了 他看到我们来了 他是激动吧 他会有牵引头 买一个 买一个批链 半斤别叫 哎呀马上走了 马上走了 半斤 马上走了 哈哈 哈哈 别叫 他是在哭啊 别叫 他在说说他的委屈 我他今天怎么怎么样了 怎么怎么样了 他在骂我们 因为这个没良心的 半斤 半斤 不要气了啊 不要生气了啊 半斤 受苦了哟 你的主人还没来 你看他现在拉着脖子也那么费淘气 现在回车里了 我们把狗狗取回来之后 又回到了停车场这里 还是这里好 这里环境好